好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是希望 那麼賴清德的環島拼圖活動 現在是來到了台中站這邊 那我們可以知道 今天賴清德從一早的南投 一路北上到了彰化 在台中 接下來還要再前往苗栗 甚至到新竹線 那麼今天呢 他整個活動的進行 在今天就是要拼出五個大字 也就是美德Wing台灣 而除此之外呢 今天賴清德我們可以知道 他在近期保受各界的相關 針對他萬里老家的違建爭議 確實呢 不管是柯文哲陣營或侯友宜陣營 儘管呢這個賴清德 已經做出了信託基金 但還是認為說是不夠恰當 因為他是寄存違建 而這樣認為那個部分呢 今天賴清德針對這個社會住宅的部分 一講到這個議題 竟然呢是拐個個彎 轉過去來罵柯文哲以及侯友宜 我們還是聽一下他怎麼說 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長 你說他多照顧少年 多關心少年的居住問題 結果給你看 一塊那麼好的土地 那麼大的土地 不敢拿出來去社會住宅 可以幾歲祭祀一萬幾號 結果他來幾歲 兩千一百號 他們家的大群館 這次說叫做 凱旋苑 越負越大 你知道嗎 本來九十九經現在比一百公三經 名字也越好越好 五百五百大一間 一間房間 一家人收一萬六千幾塊 一百土地造經比一零一大樓 平均又多 柯文哲市長 不是他們都有意見而已 做停車場 你停給人這麼賺錢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其實他們這是有價位炒農地 他要等變金 還要賺大錢 還要變金進行 都把變金家庭來收錢 所以我也要給你搖籤 我沒有這樣 你們島這個土地 有辦法來交付公益信託 好那我們知道了 當然總統勝選 這個對賴清德來講非常重要 不過就算總統勝選 國會沒有過半 其實對於國家的施政方面 其實確實會有一些 駝腳的這個狀況出現 那麼賴清德這一次 在台中的場子 也特別針對了這個 目前陷入激戰的 也就是林靜儀 因為林靜儀面對的是 在地嚴加的地方勢力 如果說沒有辦法 繼續連任下去的話 確實對於民進黨的國會席次 是會有受到一些些衝擊的 那麼今天賴清德特別 讓支持者喊話 希望能讓支持者 能讓他繼續的前進國會 來斬斷地方的黑金勢力 那麽說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訂頭交還給同學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文